上次讲到临代 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 被长城影业公司的老板 看中了拼请为合约演员 当时长城和永华一样 是实力相当之强的影业公司 其下呢 拥有李丽华 孙景路等 众多的大派明星 在竞争激烈的时候 那些导演为了保险起见 就没有谁敢冒险启用新人的 结果 刚刚加入电影圈的临代 就一直都无所事事坐冷板凳 谁不知临代 就是一个心头很高的人 尽管由于父母的离异 令到他沦为平民百姓 但是他毕竟是出于名门 是大家穿金 因此对于这种冷遇 做个只是拿钱不拍戏的照片 就显得非常苦恶了 还入到闷闷不乐 屈屈寡欢 得闲无聊 又无耳排险 他就去附近的半岛茶座那里等茶散心了 当时经常陪伴她的就是她的同事黄河 黄河充当了一段时期的护发使者之后 自己攻心无实 实际上都卖不到林代的身 很难获得林代的方心就唯有支揽而退了 黄河退下来之后 另一位白马王只顶了上去了 这个人就是当时长城公司里面的当红小生 严俊 严俊以当时在长城的分量 经他一手操办 林代就终于获得了示镜的机会了 当时长城拍日出 林代就扮其中的小东西那个角色 与严俊是做对手戏 示镜之后效果不错 但是长城还是不给林代出人头地的机会 这就令到严俊感到纷纷不平面上无光 于是就鼓动林代两个人双双跳槽 那就入了李祖永创立的永华影业公司 林代到了永华之后 开始受到了李祖永的弃重 成为了他旗下的一名基本演员 如新也都由原来的500进升到700 无久就加到1500元 正在林代事业有望的时候 他的人生发生了另一个变故 曾经在经济上面援助过林代的一个商人 这个时候见到林代出落得花容月貌楚楚动人 就已因人自居了 要他立刻做人头途报理 于是对他狗前不放 一位18岁的少女 又是刚刚出道的电影演员 遇到这种摆脱不了的麻烦 自然是又激气又心急 找不到出路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他就唯有和很多有同样经历的前辈那样 幸福了大量的安眠药上一死了之 1951年12月8日的下午 一位危在单级的少女 被送入到九龙医院抢救 当时香港的报纸 登在这一花边新闻 这位少女自称是李月华 家里就住在柯士丁 其实这个所谓的李月华 就是林黛 经过抢救 林黛醒回了 严震民进港到九龙医院 帮他顶了药费 又出面宣伺担保 将林黛接了回家 从此之后 林黛和严震就同居了 两个人开始拍拖 七伤入队感情都挺好的 通过严震和老板李祖永 多次交涉 细尽了口舌 终于获得李祖永的同意 林黛就飾演脆脆的主角 脆脆一片 由严震亲自一步 为了捧红严震 严震几乎是拿出了 所有的看家本领 镜前幕后 都吃了不少的苦头 这出影片 通过了半年多的努力 终于风镜了 脆脆一上映 果然好像严震事先立下的军令狀 那样 但同繁响 飘放不错 林黛从此 就一举成名 成为了香港影坛 一粒减露头角的新星 大大小小的报刊 开始出现他的名字和玉招了 没多久 林黛又为永华主演了春天不治 读书天 吃耳光的人 等等 同样是大受欢迎 但是 这个时候的永华 就已经是强老之末 江河日下 没了昔日的风光 于是 严震和林黛 就趁机离开了永华 在外面自由摘片 在这段期间 曾经任永华宣传主任的影坛元老朱旭华 在永华解体之后 就自己组建了一间叫做国风公司的 来到请严震和林黛 联媒主演了金凤 这一个影片 结果效果非常之好 林黛的形象 又再次获得观众的认同 殿默的前身 国泰机构 在香港民事的时候 他的总经理 欧德尔非常之弃重 严震和林黛 两次请他们 去日本帮他拍摄 谷子姑娘和死云谷 还有一部题目叫做 欢乐年年的彩色高舞片 当时严震机系到 又是演 却是非常之风光 那么严震自然 是一直走红 后来 国泰机构改名殿默之后 林黛又帮他们主演了巨片 红娃 又在日本拍摄 对手戏的男演员 叫做黄忍 红娃上影之后 林黛的明星 已经到了大红大紫的地步 就在林黛影坛走红的时候 邵轩人第二次进入香港 他的南洋片厂 亦是大量的拍摄国语片 为了争取观众 邵轩人是不识血管 请这位大红星林黛 帮他主演了上下格的 《乱世妖姬》 这个就是林黛第一次和邵轩合作 《乱世妖姬》上演之后 为邵轩人的南洋片厂 带来了丰厚的票房价值 紧接着又请他主演了 由严震导演的梅姑 和追等影片 这一期间 就是林黛事业上的黄金时期 他除了为邵轩效力之后 又为新华公司和严俊 合演了《余歌》 并且和当时《斩路头角》的 导演李汉祥合作 前后设计了《黄花归女》 《藐条淑女》 《春光无限好》 三部影片 每一部影片都非常坏了 到后来 林黛又为电贸 主演了一部 叫《金莲花》的影片 参加1957年 在东京举办的亚洲影展 终于令到他 一举平登影后的寶座 对于林黛那一位 特红大主演的名声 由于邵轩人 不是记得花这么多的本钱 终于都留不住 虽然林黛就曾经一度 和邵氏有个多次成功的合作 但是最后呢 他都仍是投到了电贸的旗下 为陆运图就屡见公分 成为了他的一位顶梁柱 而邵轩人呢 就真是跌了眼颈 邵日夫来香港主坛 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时候 正是电贸的整盛时期 邵日夫要想在香港影坛出人筹地的话 就必须要打低电贸才行 因此他就使出了府邸秋生的战术 挖走电贸的看家演员 于是他就亲自出马 以高身重金 来引有林黛改换门庭 投靠到自主的旗下 邵日夫当时想 只要林黛加入了邵氏的话 就既打低电贸 又对当时香港众多的其他明星 是一种无形的号召力 那些人也都会扎之而栖 逃根到自己旗下 那就叫做一箭相雕了 后来邵日夫果然是如愿以上 邀得了林黛加盟 邵日夫成功把林黛过来 那个手法 很简单 就是请食饭 清闲仔 邵日夫请食饭这一招 可以说是深谋远累 透着很多玄机 不是说 隨便吃饭这么简单 林黛当时是香港的大牌明星 很有号召力 很有票房价值的人 虽然说 林黛曾经帮邵村人的南洋片场拍过影片 乱制妖姬 但因为邵村人的人孤寒些 没有把握机会留住林黛 结果林黛成了六运图门下的红人 邵日夫选择林黛作为窄破口 自然是看中了他的市场价值 当时他就正是艺术的青春期 全力巨大 前途无可限量 请食饭是这样的 这一日 预色荣荣 暗香浮动 在富丽堂皇的某个餐厅里 霓虹闪烁 高声轻飘 林长的一个角落头 燭光之下 邵日夫是独座期间 在等候着林黛小姐的到来 他和林黛是约定了今晚共进晚餐 商谈拍片时宜的 没多久 林黛果然准时赴会了 邵日夫和林黛彼此客套一番之后 双方就开始共进晚餐 两个人边吃边聊 有聊有聊 气氛都挺融洽的 于是邵日夫看准时机 就吃入正题了 林小姐 假如你肯加盟我们邵氏拍片的话 我会为你提供一体方面的 至于酬劳方面 是你在陆运图那边拿到的 双倍 怎么样 笑老板 你真是会开玩笑的 林小姐 请你相信我 我是说真心话 不是开玩笑 嗯 笑老板 你不要笑我啦 林小姐 看来 看来 你不相信我 看来 如果我拿了双倍片酬给你的话 你肯不肯来我们邵氏拍戏呢 林黛录大雄眼 半信半疑地 看着邵日夫 笑老板 假如你真是肯出双倍片酬的话 我一定是少许拍戏的 哦 日言九鼎 林小姐 你说的话算不算数的 笑老板 我呢 虽然是女仔 不过我说话呢 都是日言九鼎的 哦 林小姐 请你看下 这些是什么来的 笑老板 笑老板 就从个公文包里 拿出了一大大文字 递到林黛的面前 林黛看着整大大文字 有点恶言 接着忍不住就拿起来 数了一次 笑老板 这时机已到了 就拿出一份合同 对林黛说 那林小姐 这份呢 就是拍片的合同 那一答 就是商贵酬奴的现金 你在电贸的片酬 那个数目呢 我就核对过的了 我还帮你填好了 如果你看过之后 没错的话 你签个名就可以了 赵逸夫的金钱攻势 可是林黛始料不及的 也都难以抗拒 他实在想不到 赵逸夫会来这一手的 令到他毫无回传的余地 他原先就以为 赵逸夫和赵村人 都是一样那么小气 不捨得花钱来办事的 现在呢 就开始有点后悔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 真的看错了赵逸夫的能力 林黛想到这里 面都红了 不再犹豫了 于是就正中其事 在赵逸夫的合同上面 签下了自己的方名 平着落落大方 收下了赵逸夫 预知给他的片酬 赵逸夫笑着 举起酒杯 他说 林小姐 当然是个爽快之人 来 为我们今后的合作愉快 干杯 林黛面都红了 有点兴奋 他说 嗯 赵老板 你真是客气的 以后 你要关系我就真的 双方的酒杯 哐一声 哄了一下 跟着两个人 就一饮而准 请食饭这一招 就果然奏效 饭桌上面 搞定了林黛 赵逸夫就非常开心 他当时就愚发炮制 果然胆无虚发 没记得 赵逸夫就从店卖那里 挖了大批的人马过来 比如说林翠啊 陈厚啊 恶峰啊 陶秦啊 大明星大导演 混混都投向了 邵逸夫的旗下了 邵逸夫当时在挖角战中 可以说是大获传承 令到店博人才流失防不升防 邵逸夫 除了从店博那里挖角之外 还从社会上面 网来人才 不惜高薪重金礼品 当时 邵逸夫将后来成为他们公司二当家 邵逸公司制片经理的周文怀 都礼品为一礼 就是一个很好的礼径 邵逸夫成立之后 邵逸夫除了招聘大量的演员 导演 编剧 和各种各样的技术人员之外 他还想密切一位理想的宣传人才 这个人既要懂业务 熟悉行情 同时就要具备经营头脑 社交能力 还要有宏变的口才 和善于策划包装的特殊本事 这些就是邵逸夫对这个人才的要求 他要求这个人 动作公司之后 真是能够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帮他统揽公司的大个 但是 去哪里找这个人 虽然 通过招聘 和朋友介绍 来面子的人 是来了一个又一个 但是经过交谈和接触 终于一个人都留不下来 是这样究竟邵逸夫 找不找到这个人呢